中华善美福祉发展协会 长期致力银发长者的照顾及关怀工作 透过友善及社区民众参与 举办预防及延缓失智路跑 活动已经进入了第三届 参与人数也是年年增加 协会希望透过社区参与的方式 传递友爱失智不间断的理念 共创失智友善环境 乐龄银发长辈很热血 中华善美福祉发展协会 举办健走路跑活动已经进入了第三届 虽然参与的人数不多 但大家却是相当热情 希望透过路跑宣扬预防及关怀失智症的理念 这个活动每年都会举办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台湾失智症的人口越来越多 我们希望这些老人家能够走出户外 其实不光是老人家 所有的人走出户外 接受阳光的洗礼 接受运动的洗礼 都能够对他的身体 还有对他的脑部都能够有帮助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延缓失智 延缓失能 借着这个健走或者是慢跑的方式 关怀失智的人让他们能够了解 所以我们也有请卫生局的专业人员来跟我们做一个宣导 让他们能够更了解如何预防或者是延缓失智 除了路跑活动 卫生局也到场宣导失智症相关资讯 国姓社区大学排舞社透过舞蹈让大家缓解情绪 透过协会韵律老师带动暖身之后 大伙一起出发 透过运动与中心新村的民众互到早安 并且也将运动健身的热情传递给大家 你看我走出社区活动参加活动 还有我可以健走或路跑多运动 那心情会不会愉快 会 那这刚刚我们要活动之前 那个卫生所副理长学妹她也有在讲 要怎么预防失智 其实刚刚讲的这些 走出户外减少忧郁症 心情开朗 然后多做运动 还有我们脚的机力会增强 那这些都是做我们老年的一些预防 你老化嘛 然后预防你得到失智症 一方面能够脑筋也可以动一动 身体动一动 那这样子的话 对大家能够看得多视野 眼睛也必须要多看一些绿色的 这个对我们身体很好 能够每天出来走一下 或是利用家 或是工作完了之后 你在休假的时间 再出来再走一走 对身体最后好 没有坏 4.6公里的路程 大家或走或跑 宣扬运动预防及延缓失智的理念 相当的惬意 协会也希望大家正式失智症 经由邻里相伴 共创失智友善环境 记者张东仲西新春采访报道